巫统通讯主任拿督洛曼阿当说 前任卫生部长凯里可能会接受前首相 丹斯里慕尤丁的邀请加入土著团结党 但前提是凯里要在周选成为 雪兰儿周务大臣的候选人 他指出这或许是凯里向土团党提出的条件 因为凯里最近看起来比较没有耐心了 洛曼说如果他没有耐心等候巫统恢复他的党籍 那么他很有可能会接受土团党的邀请 并且上阵来临的雪兰儿周选 因此让我提醒我们的盟友 如果大家在来临的周选没有小心应对 那么凯里将可能会当选 他提醒来自国阵和西蒙的盟友 不应该因为成为团结政府的一员而感到自满 因为团结政府目前的状况还是不安全的 另外巫统主席拿督斯里阿莫扎西表示 凯里可以加入任何的政党 因为他已经不是巫统的一份子 阿莫扎西说那是他的权利 他可以做出任何他想要做出的决定 阿莫扎西被问到是否会继续和凯里谈判 并提供更好的条件时指出 他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不是一个好的策略 阿莫扎西说那是否会继续和凯里谈判 阿莫扎西说那是否会继续和凯里谈判